各位旧金山市立图书馆的朋友 大家好,我是梅 如您所知,因为居家必义 目前旧金山总图书馆 以其全市各个封馆暂停开放 在这段期间,我们诚恳地邀请您 到我们的网址sfpl.org 浏览并享用免费的电子资源 譬如说电子书、多媒体刊物、线上教学、网上的电影 同时,图书馆在社交媒体上推出了儿童故事时间 每逢星期二、星期四和星期六 以英文、西班牙文和中文同步播出 请你们多加利用 如果您是旧金山的居民 但是没有图书证 绝对没有问题 麻烦您电子邮件给图书馆 我们会尽快地处理 另外,如果您的家中 有向图书馆借出的书或其他的项目 请继续留着 直到图书馆重新开放的时候再归还 绝对没有任何的罚款 再者,如果您预定了一些书或其他的DVD 这些项目都继续在图书馆的保留区的书架上 等着您 请放心 最后,旧金山市图书馆已经成立了141周年 其间经过了旧金山大地震 大火灾 以及其他各项的天灾 仍然屹立不遥 在此结成的为您服务 我们一定可以一起度过这次的难关 图书馆 希望您和您的家人安全健康 同时,我们也希望在图书馆重新开放的时候 很快地见到您 谢谢收看 再见 再见 再见